若實能源民主 反對台電壟斷 若實能源民主 反對台電壟斷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來賓 大家早安 環保團體針對電液法的修正 已經關心20多年 因為台灣電液長期的統斷 所造成的無效率 以及不符合台灣生態環境的一些開發 尤其是核能電廠的興建 是台電壟斷電液所造成的一個接貨 所以長期以來 台電對台灣電液的發展 是朝著不永續 不尊重民意 不建立自主能源的這樣一個方向在發展 這樣的一個壟斷系統 我們長期來主張應該予以打破 我們也肯定這個立法院跟行政院 在過去一二十年裡面都曾經嘗試 要來修改這個電液法 讓台電的這個壟斷結構能夠被改變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個壟斷結構要打破 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一直到今年的現在 我們還在談這個電液法的修正的問題 我們還在談台灣的電液的改革 如何來進行 那麼這個新政府的上台 又提供了我們電液法修改的另外一個契機 我們希望能夠把握這個契機 能夠落實台灣的能源民主 能夠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 能夠建立台灣能源的自主性 那我想這樣一個目標 所以這樣一個目標 是環保團體所努力的一個目標 這樣的目標在目前行政院所提出的電液法修正草案裡面 我們發現我們非常的失望 目前行政院版的修法的版本 可以說是台電工會版的一個電液法 這樣一個版本呢 事實上是確保了台電的這個壟斷結構 那麼這樣一個版本 如果真的往這個方向去修正的話 那麼是跟我們期望的目標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那麼跟各位來說明 那麼我們理想中的一個電液法的版本 那麼環保人們跟其他環保團體 在這幾個月來 那麼針對這個電液法如何去修正 那麼我們有經過的多次的這個討論 那等一下我們會請劉思堅副會長 來做報告 那我們討論出來的架構 是如何我們也會請劉思堅副會長 來做說明 那我們黃祿娃教授 還有許方榮教授 高如平理事長 那麼在我們這個修法過程裡面 都提出了非常寶貴的意見 那我們等一下也請他們來表達看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劉思堅副會長 說一下修法的這個 OK 那就我們先請劉會長 針對這個我們現在理想中的一個版本 一個架構做一個說明 謝謝大家 我要說明這張圖 所以我需要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對這個電葉自由化非常非常的關心 所以我們邀請了非常多的環保團體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電葉法修法的一個架架 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才開始我們現在已經有條文出來了 那我現在就跟各位談一下我們的架架 我們的精神是在哪裡 我們電葉自由化基本上要把整個電葉分成三部分 這三部分一個是花電業 一個是輸配業公司 然後再來收電 好在這三個層裡面 我們第一個要強調的就是說 他們互相之間不能有母公司或是互相持股的公司 這樣才能保持他們獨立 那保持他們獨立呢 當然我們的花電業會有 我們現在已經有的有煤油氣 還有水利花電廠當然還有核電啊 還有這個大水利啊等等啊 大水利等等這些 我們將來呢 會在更多的 我們要獎勵的 要鼓勵的這個再生能源的電廠 我們第一層是這樣 那這個呢就是完全的自由化 任何的私人公司或是地方社區等等 他們要做花電的這個動作呢 他們都可以來做 都可以組公司來做 這是完全的自由化 再來這個所謂的蘇配電的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呢因為它是要負責全台灣電力的調配 所以這個公司一定是獨佔 而且是只有一家而已 這家公司只有一家 而且是獨佔的 它是國營的 它有一個電力調路中心 將來它要調路上面的這些電 它要調路上面的這些花電廠的電 然後還有一個電力交易平台 譬如說我們監控用電的時候 它需要調電 然後需要一些備材容量上來的時候呢 它可以用更高的價錢呢 要求某些電廠呢 花更多的電 類似像這樣 它這一個是一個 等於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蘇貝電的這個網路的這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不利 全國的不利 或是地方的不利 地方的那個電網等等 這一個呢 是只有一家而已 是國家的 再來這些電呢 就是什麼 再來下一層呢 就是售電公司 也就是要賣給我們一般用戶 當然我們這裡寫有大用戶或是一般用戶 其實也不需要這樣分啦 它其實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用戶用電的用戶 收電公司也是完全的自由化 就是很多公司它可以是一組公司來收電 它去買電 然後來賣 那這裡呢 因為我們要發生 要獎勵這個所謂的再生能源 我們要獎勵再生能源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電力管制機關呢 就會要求它 就會要求它 它必須在賣電的時候呢 就是看似用花電比例 譬如說 再生能源比例多少 火力多少等等 這些呢 來控制這一個受電公司 它賣電呢 它的比例必須要在某一個 就是說某一個比例裡面 就是規定它某一個比例 或是我們可以用 當量二氧化碳 就是等量二氧化碳 排放量 每度電可以排多少二氧化碳 來控制這一個受電公司 它跟這一個所謂的 這些花電廠呢 買電 它用這樣呢 我們才能達到我們所謂的減碳 減碳的效果 然後呢 對再生能源的發展呢 才會有更好的幫助 才會有更好的幫助 好 那因為我們要 鼓勵再生能源 還有鼓勵色溪電廠 譬如色溪的電廠 所以我們再生能源電廠呢 我們唯一例外就是 它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電廠 我們可以直接供電給一般用戶 也就是說 唯一它可以有發電業還有受電業 只有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公司 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 這樣就是等於我們把整個電液自由化呢 架構的精神整個把它弄出來 好 那我們知道海電工會呢 他們常常會講 他們講的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什麼 江南的電業會財團控制 會財團控制 各位什麼叫財團 財團控制的話呢 它要做發電業 它沒有 如果說一般的財團 它沒有幾百億 它沒辦法做一個大的發電公司 那我們小的呢 當然我們有一個特殊的這種情況呢 它可以直接供電 所以不會被財團控制 而第二點他們講說店家會漲 我想跟各位講 如果根據我們這樣子 然後條件完全一樣 譬如說你的再生能源的比例是多少 或是等等火力發電比例是多少 如果條件完全一樣的情況之下 以物我們這種自由競爭的話 店家只有漲啊 不會漲啊 各位知道 我們知道因為台電一家獨漲 所以有很多東西呢 他們黑箱他們不透明 所以讓我們的一些店家呢 他號稱說什麼全世界什麼第三的 店家最低的國家 因為我們沒有燃料稅 沒有人鹽稅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環保標準啊等等啊 都沒有跟上國際 所以呢 他們買的燃料呢 價錢比一般民營都是買的 可能都還要再貴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只要他公平競爭的話 燃料價錢一定降低 降低的話 店會當然就降低啊 而且是公平競爭啊 才會降低啊 所以呢 他們講的這個呢 其實台電的工會呢 其實就是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意義而已 基本上對台電工會 我們認為 他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現在在花電業 他就維持在花電業 他如果在這個電力 這個蘇貝電公司 蘇貝電的這個系統的話呢 他維持在蘇貝電系統 他如果是在受電的部分呢 就是一般所謂的營業所 他還是維持在這個營業所 只是他們現在已經是分開的公司 那各位要注意 我們這裡一個特點就是說 這三層的公司呢 他們絕對不能互相持股 他必須要完全獨立 所有的這三層的公司 他必須要完全獨立 他不能有互相持股 或是什麼會計 有母公司啊等等這樣來做 那我們很遺憾的 行政院呢 這一次的修法 完全是 等於是台電工會的修法 好 那他說 行政院就講說 這要先當立電自由化以後再來講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再生而言的發展條例 我要講的 如果要照行政院現在這種修法呢 我們認為乾脆就不要修啦 只要把台電的董事長換一個 對立電有理念的人呢 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他的東西比他現在修法還好啦 就是把台電的整個的企業化呢 整個的把它改變呢 我們的再生人員發展條例呢 就可以處理現在修法要做的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非常沉痛地呼籲 如果修法要照台電的造行政院這個版本的話呢 那我們認為就不要修好了 但是我們要求台電董事長呢 不要什麼可人幫啦 火電幫啦 這些人來當董事長 找一個對立能發展有理念的人來當董事長 所有事情就解決了 不用再修法了啦 也不需要說我們這樣再弄了 他什麼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啦 就我們就不需要再做這件事情了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希望呢 另外一邊這邊 能夠採納我們的意見 那當然呢 我們也會 我們根據這個我們剛剛的精神呢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修正案 然後我請立法委員到立法院去討論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劉會長 其實有一些關鍵的原則 有功能啊 都已經在這裡這一張很簡單的劍道 那還有一些比較屬於論述的 跟一些QA上的說明 我們的新聞稿 那接下來是請我們學委 黃古花教授 董事長 他以前也在台電公司任董事 我們請黃教授 黃董事長 老師做得更好 謝謝請 謝謝 謝謝 那不要緊啦 這個剛剛我們這個施教授提到 台灣環保聯盟過去二三十年 基本上非常關心台灣的電力自由化的問題 那麼這一次好不容易說這個正常輪替 而且完全執政應該要完全負責 我們基於非常深的慌望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閒政院所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令大家非常失望 我個人覺得那個版本是屈服於既得利益者的這個修法 屈服於既得利益者的修法 基本上是墮落的不是改革 那本來我們要推動這個再生能源的這一個發展 過去從這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以後到現在 已經好久了 為什麼我們推不動 跟國際上比起來問題很多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台電一家綜合電內的獨佔壟斷所造成的 那所以修電內法最主要就是應該要打破一家綜合電內的獨佔壟斷 那個才是真正的自由化 但是現在的自由化 從分階段各位可以看分兩階段 第二階段要到六到九年之後 六到九年之後到底這一個情勢是怎麼樣變化 誰都不曉得 誰都不曉得 而且即使到六到九年之後到第二階段 它還是引起這一個殊佔壽電內 還是一個綜合電內存在 那那個根本就不是自由化 所以今天我們對行政院提出來的那個版本 是表示非常的疾憾 那我們是認為說 今天如果要達到新政府所提出來的這個再生能源的發電 所以在2025年要佔20%的話 那真的電內法就應該去學德國 這一個完全自由化 而且是一步到位 不是在那邊什麼分幾個階段 那如果照現在最後修出來的這個版本 就像剛剛劉會長所講的 那樣子其實對再生能源的發展 是比不修法還退步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如果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那麼對這些再生能源業者 其實他是應該保證收購 那問題是過去的舊政府 他們去把這個要保證收購的 他們都用一個匯率 賭購匯率審議委員會 然後他不是只是去審議那個收購的價格 而是去限制那個再生能源的發展 因為在這裡面 他們過去就由能源局規劃一個 每年要發展的這些再生能源的這個量 到底在哪裡 譬如說太陽能 他可能給你限制說 我今年只要發展這個100MW還多少 然後呢 由這個AID去競標 這個是在殘害再生能源的這個發展 那現在你如果說只把這個制度一改變 就是他規劃的在那個能源局所規劃的 也許你可以把它提高一倍 然後規劃的那個推動的那個目標 是當作下限 而不是上限 然後賭過匯率 美會就真的只是去審議那個收購的價格 這樣子再生能源的發展 就會像德國 像日本那樣 就很快的發展起來 你現在再去修這個法 那個是等於還是去幫台電幾套而已 這個根本是得退路 所以我們在這邊強烈的呼籲 立法院各黨團 將來要修電力法的時候 最好各個黨團要有自己的一套版本 當然我們希望現在環保聯盟所提出來的 這個電力法的修正案 看哪一個黨團可以接受 由他們來提出都可以 我們希望台灣的電力自由化要趕快去落實 而不是等到九年以後 那個時候還不是真正的電力自由化 還是讓台電維持獨佔壟斷的地位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除了呼籲立法院的各黨團 當然我們也要呼籲所有的民間的團體 不只是環保團體 所有的這個MTO 大家都站出來 謝謝 謝謝 謝謝王教授 王總長 王可花老師 接下來我想 徐老師要先 媽媽監督核電廠原本理事長 徐老師要說 我今天其實我的準備內容是針對現有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做的批評 那我認為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我這邊有一個書面的資料 大家詳細的可以看那個資料 我認為這個法其實就是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很清楚的說明 我下面有一些說明 它其實主要的目的在合法讓台灣電力公司永遠操縱台灣的未來 那目的是怎麼做到呢 就是打壓再生能源 拉攏 並圖利現有的財團 為什麼說這個叫做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因為在這一個版本裡面的第六條 大家可以去看 第六條的文字裡面 說為保留台灣電力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整體性並達成穩定供應 請問哪一個法裡面會把一個特定公司的名稱放在這裡頭 所以這個就很明顯的說明 其實這個電業法 為了台灣電力公司的所謂永續經營所設置的 那同樣在這一條裡面 說得這個台灣電力公司得轉型為控股母公司 旗下成立發電及輸配電公司 現在我們的這個國營企業有經濟部甚至總統 或者是經濟部的國營會或者是經濟部的能源局 照法裡面他都可以管得到這個 雖然他管不動 但是我們的法裡面這個可以管得到 好以後成立一個控股公司 他就很可以明正言順的告訴你 我是一個控股公司 我不受你們的監督 我有我所謂的專業的經濟 這是更失控的一件事情 這是更失控的一件事情 怎麼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營企業 還會再另外去成立一個所謂的控股公司 這是幹嘛的 這個就是要變成少數人某些特定人士去操控的一個組織 雖然老百姓都要出錢 好 另外呢 在這第27條 這個行政院版本的第27條 為了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 再生能源發電業等等等等 應就其電能銷售量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量 請問各位 風力發電怎麼去做一個備用容量 其實講白一點 假如是一個獨立的核能電廠 請問他去哪裡做一個備用容量 核電跳掉了他只有一個核電廠的話 他請問怎麼備用 所以這條法條根本就是要扼殺再生能源嘛 對不對 其實應該是發售電的公司他去買的時候 他就應該買到足夠的備用容量 而不是那個發電業者他要去準備備用容量 但是在這個法條裡面 他要你發電的人去準備備用容量 這是完全錯誤的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扼殺再生能源 另外呢 拉攏圖利現有的財團怎麼說呢 第64條請大家看 發電業等等等等 他全年的存益超過實收資本額的25%的時候 他規定這超過25%的存益 要去投資再生能源或是儲物的設備 請問現在哪一個行業的存益 是25% 不是 因為現在有的台速器電跟和平電廠 過去就已經發生過很多次 存益超 稅後淨余是超過25%的 我們這個資料裡面有跟大家講 2009年的第四個quarter 到2011年的第二個quarter 那他們的稅後淨余是在26點多 有一年這是平均喔 有一年甚至到30幾% 但是同樣我們台灣電力公司 那幾年是虧損連連 所以他設這個法呢 就是保障這些財團既有的利益 所以這個才是叫做圖利財團的一個法案 另外呢 就是他在這個法裡面 拉攏財團 新的財團要進來 不是你們這些老百姓喔 假如你要去進入電業 對不起 你必須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而且你還要設獨立董事 至少兩人 那你就知道他應該有什麼樣的規模了 所以不是要大家參與 只有某些非常有錢 或是已經來參加的才能參加 當初大家希望電業法改革 而且民進黨在執政之前講得很好聽 叫做長網分離 大家都覺得很棒 所以在這個條文裡面 有沒有提到長網分離 有 但是有一個但書 也就是第六條這裡 但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 發電業 輸配電業 可以兼營發電跟受電 所以就是還是現有的狀況 所以那一條談到說要長網分離 等於沒有分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 這個修的電業法行政院的版本 其實是為台電公司量身訂造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台電 台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不值得修 修了更糟 那我假如大家要談到台灣為什麼缺電的問題 我這邊也有舉一份這個文字的資料 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根本不應該缺電 我們也不是電力設備不夠 我們的缺電的問題其實就是在台電公司 那今天這些的問題出來 我們沒有去處理台電公司的管理階層 我們反而去定一個法 讓它永遠的來管我們 這是完全倒退的事情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堅決反對這個法通過 謝謝 謝謝許理事長 許教授 再來我們請台灣再生人員推動聯盟 高盧平理事長 大家好 我們其實可以從一個台灣現在的能源 碰到一個什麼樣子的困境來去看這個修房 我們都知道 現在台灣的再生能源實際上面的比例 就才只有1% 那其他的這個 我們98的這個能源要去仰賴進口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知道說現在都已經是秋天了 那不管是電力夠不夠 或者是缺電或限電 都是台電說了算 台電告訴我們說2%電力不夠 那大家就要緊張 那那個到底那個電力應該怎麼樣去配置 我們現在目前 國家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能力去讓更多的人 就是多元的電力公司能夠去發展 那現在目前如果沒有讓很多的這個再生能源的發展比例 或者有一些的制度讓這些的再生能源的發展 或者甚至讓公民有一些可以去選擇的 這樣子的可能性的話 那我不知道到底2025的這個20%的再生能源要從哪裡來 好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桌上的這個牌子好了 為什麼要能源民主 因為我們當然都希望說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大部分 今年是7%的是核能 可是它平均大概就是11到16是核能發電 然後75%以上是火力發電會造成我們的環境污染 那其他就是非常少的才是再生能源 好 那以這樣的情形之下 是不是這個的能源配比應該去改變 要不然我們就永遠就停在於說缺電 然後污染 然後能源非常危險的在我們的固境裡面 一直在裡面去轉 那如果要去改變這樣的現況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創造一個友善的 讓這個再生能源去發展的這個環境 如果它要夠友善的話 怎麼樣讓更多的 除了現有的這個再生能源 讓它更友善以外 怎麼樣能夠讓更多的 比方說中小企業或者是讓 甚至讓青年創業 或者是讓一些公民電廠能夠進來 其實一起來去扮演這個發電跟受電 再生能源這樣的角色 這個環境夠不夠友善 其實從我們現在的這個再生能源 從我們現在的這個電源法、休息法裡面 我們看不到它有多友善 因為如果說沒有 以現在目前的這個電價來說 如果它在這個汙染的 如果汙染的能源 它沒有去抽取一定的它的這個汙染的這個稅 讓它的這個電價 跟我們的再生能源的電價能夠有比例 能夠有競爭力的話 請問現在就算是再生能源鬆綁 現在的這個再生能源 如果說是一租電五塊或六塊 然後一般的這種骯髒的能源 或者危險的那個能源 這三塊會有這個友善嗎 我實在看不出來 到底未來的競爭力是什麼地方 那當然如果說在這個公民參與的部分 以現在目前的電業法 我也看不到這個能夠去吸引多少的 公民的發電在這樣的電業法上面 能夠願意一起去參與 那這個的電業法裡面 其實我看不到太多在這個的環境裡面 讓有多少的人也覺得說 我因此我願意一起參與這個電業的發電 那如果是這些都是沒有辦法做的話 現在原來的這個壟斷的這個政策 壟斷的機制不但沒有去鬆綁 反而會更緊 而且反而是讓未來的我們現在的這個能源的政策 還是一樣嘛 就是永遠還是在每一年在夏天的時候 就缺電限電或者說電網 還是由電網跟那個輸費線 還是由一個這樣子的台電 這樣子的公司去掌控 那我們台灣的能源的未來是 我實在不曉得這個電業法到底是 要救我們台灣的能源呢 還是要救台電的能源呢 這個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好 謝謝 這真的原來是論述 現在是木漆一直出來的 網路上也有一個一句話非常清楚說 這個電業法變成台電公司組織法 台電老闆就叫這樣 比進步比到大 我們要不要再呼一次口號 來來來來 然後就開放 電業法修辦套不利能源轉型 我們不要再問哪個 哪個 好 來 那 好 我們 有沒有問題 又來請問Q&A好了 我們各媒體的提問 謝謝 來 可以講一下那個多元能源服務的產業啊 如果這樣修台灣就這樣修 好 我說 你要講嗎 其實 其實 電業自移文化以後對不對 那這些受電業呢 它基本上它要賣電 就有想像現在譬如說7-11 它會送點數會送娃娃或送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將來這個受電業呢 電業自移化以後呢 你就有多元的服務 譬如說 現在像日本 你買它的店的話呢 它會給你什麼 做捷運 做捷運呢 降價啊等等啊 或是你有買他們的東西呢 買他們的店呢 戰勝人的店呢 它會送你什麼 那個 有機的蔬菜啊等等 就是你有多少quota 可以去 就是去拿有機蔬菜 你看他們就可以把很多產業呢 跟這個電業呢 跟這個電業呢 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 然後呢 來吸引大家去買它的電 所以這是一個 計畫以後 反而可以製造另外一種產業 就是受電業呢 它可以 就是說可以製造另外一種產業 它可以 電不是只有電而已 它可以跟其他的產業 譬如說捷運 做火車 買菜 等等 它可以結合在一起 這也就是說 在日本呢 他們變業式化以後呢 他們有得到這個效果 那這對產業的發展呢 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那那個高理事長 你們是不是要補償一下 好 我這邊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說再生能源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可能性 比方說其實台灣是在這個整個社 整個的這個世界上 目前來說是很友善的 環境也不錯 人也不錯 可是它如果都能夠帶動一些 綠能的觀光的發展 還有滿多的可能性 比方說綠能的部落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在碰到這個災區的時候 比方說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這個再生能源 它可以自己發即用 那可以 那比方說像那個 在納馬下鄉 它就是有一個納馬下的小學 因為它現在就是有一個 這個綠能的這個國小 平常的時候可以自己發電自己用 然後在這個災區 在災區 如果說真的停電的時候 它可以不但自己發電自己用 它還可以變成那個 整個區域的一個防災中心 那不同的這個社區裡面 它又可以 比方說我們在一個社區裡面 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發電的話 你如果有一個 如果我今天去日本一個禮拜 那我回來 我就賺了一個禮拜的點水 因為我們有用 其他人有用 就可以創造很多的這種小型的 但是不要再說 還有很多的這些綠能的產品 或者說帶動的一些 未來的什麼儲能 電動車這些的產業 然後還有在地的這一些的工作機會 還有年輕人的這些創業 如果這些的市場的機制不打開 然後還是讓這個 我不知道那個台電商 不算是一個大的壟斷機器嗎 對啊 這個其實我稍微講一下 他們現在 其實台電公司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們一直在講說 立人因為他供電不穩定 等等就把他的缺點這樣講出來 但是這些缺點我們有一個電力調路中心 對不對 還有我們抽系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可以除電 這是第一個 他要把這個缺點全部講出來 那我們剛剛講的 他立人的優點他都不講 譬如說他中午缺電 哇太陽很熱 那時候不是太陽的發電是最好的嗎 中午的時候不是太陽的發電是最好的時候嗎 那一個太陽能的系統 發電最多的時候就正好是最熱的時候啊 所以他們只是一直在強調 一直在強調這個立人的不穩定 然後呢不去講立人的好處 但是立人的不穩定 他們我們可以用電路 電力調路中心裡面來處理 他們不去講這一些 他們就是一直在強這個 我還說要訴訟 我覺得我們會接受 所謂綠人不穩定這件事 假如我們看過去十幾年歐洲的電力系統 他們有做過歐盟各國的電力的各種的評估 那其中有一個評估就是每一個國家無預警斷電的時間長短 無預警斷電時間長短最少的兩個國家就是丹麥跟德國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這兩個國家是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 在歐盟裡面算是最多的國家 比例最高的國家 因為現在的氣象預報可以三十分鐘前可以做得非常的準 所以你知道有沒有風有沒有太陽 所以再生能源是不是不穩定 已經不會是一個不穩定的供電來源了 已經不是一個不穩定的供電來源 是可以很穩定的供電來源 你的管理系統要提升 就這樣 謝謝 我想那個其實都是管理的問題 然後就是說是不是穩定 那個技術上的這個改進都可以克服那一些問題 那何況我們栽生能源佔這個發電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剛剛講歐多這些國家都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了 對啊 所以那個基本上是管理的問題 那個技術上都已經可以克服了 那另外剛剛提到的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認為說好 自由化好像會造成這個電價上漲 那個是因為行政院提出來的那個半套的自由化 它才會有那樣的問題 如果是真正的自由化 因為完全競爭之下 你看所有的這個發電類人 它的這個效率會去提升 然後競爭的這個激烈 那就會導致它的這個價格下降 各位如果去看看我們過去的這個電 那個那個電信自由化 你看那個電話費率降了多少 那國際上推動這個電類自由化的國家 譬如說這個澳洲在1997年 他們就開始推動 德國是在1998年 那很多國家都可以去看 它真正自由化以後 電價是因為效率的提升以後 電價是下降的 不會像台電那邊在那邊喊說電價會提升 各位還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在2015年 那個有一個叫做電價的計算公式 通過以後還保障台電一定的利潤率 不管它的經營效率再差 它都可以維持那個利潤率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你電價才沒有辦法下降到 在自由市場上所決定出來的那個價 那個才是影響我們的電價 所以如果真正可以按照我們這個台灣環保聯盟 所提出來的這個完全的自由化 那麼將來在有競爭的這個情況之下 電價是不應該會比現在的這個情況之下來上漲 如果上漲那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 而不是因為自由化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QA 好 請 各位老師不好意思 我是東森台北記者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的焦點一直放在 就是這個能源轉型的過程 那我們知道現在其實台灣缺電問題還滿嚴重的 那這樣的能源轉型之後 對缺電會有幫助嗎 沒有沒有 這個東西我問你就在這邊 各位你可以看 為什麼 為什麼今年的5月31號 6月1號 發生這個限電的危機 還有前幾天說它的備轉容量降到2%以下 可是各位你知道我們的備用容量是多少嗎 備用容量都超過10%喔 那不管是今年5月底或6月初或者前幾天 那個備轉容量降那麼低 你去查查那個資料 都是說台電有一些稅修的基礎 就發生在這一段期間 那稅修的基礎佔了多少 佔了超過10%耶 所以如果一個好好的經營管理者 他不把這個稅修的基礎 特別是那些大型的基礎 排在5到10月這一段期間是台灣相對用電比較高峰的時候 我們沒有缺電啊 因為你基本上不應該讓你的備轉容量率低於備用容量率 因為備用容量是跟我們一連裡面用電最高峰 那個時候的所謂尖峰負載來比的喔 你可以發出來的那個電力 就是說所有的整個電力系統 你可以發出來的電 減掉電廠本身的用電之後 還比我們的那個尖峰負載 多出來的那一部分叫做備用容量 然後這個備用容量除以這個尖峰負載 那個叫做備用容量率 所以那其他的時間 那個是在算備載備轉容量 所以如果說備用容量有超過10%以上 那你好好的經營管理 不應該讓你的備轉容量是低於這個備用容量的啊 但是他因為把很多機組的稅修就排到5到10月之間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用電的那個pattern 那個型態 這是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的啊 台電不是不小的啊 那他為什麼可以排在那個時間 那麼多的機組去稅修 所以不是真正電不過啊 這個都是經營管理的問題嘛 所以我說發生這種問題 政府要有破例的話 就對這些經營管理者應該負責的 應該懲處懲處才對啊 老是拿這個限電來嚇唬我們老百姓嘛 這個就不對了 我來再說一下 我這邊有準備一份資料 在旁邊你可以看到可能缺電到底是真是假 那我這邊有特別講 我們的發電的設備有48.7個Gigawatt 我們用電尖峰的時候也不過是35 36 負載喔 那差距這麼大 即使你去掉太陽能跟光電也不過1.5個Gigawatt 為什麼會缺電 所以不是設備不夠 絕對不是設備不夠 那我們這邊的圖裡面有給大家看 就是他排維修的時程 一年365天都有機組在維修 這是錯的 我們說假如你是run一個貨運公司 過年是你的旺季的話 你絕對不會把維修放在你的旺季嘛 那我們現在呢 就說隨時都在維修 所以今天你要用電的時候沒有 所以他的維修能力有問題 他現在說沒有 結果我們還要再去買機組 還要去跟國際上去租機組 可是你租來你還是不會維修啊 因為他的維修能力 一個時間只能做這麼多 所以他其實你去仔細分析他的資料 他的火力電廠燃煤 至少兩年以上做一次維修 那天然氣機組甚至到了三年多 所以維修不確實 所以才會發生一個禮拜會跳四次機 所以是他的問題 所以沒有什麼電不夠用 那我們這個圖裡面最後還有一個圖就是 其實台電公司發電 每發一度電燃煤 就比明英電廠多用10%燃料 天然氣也比明英電廠多用10%燃料 假如可以跟明英電廠的效率一樣 就會多出5%的電 全台灣5%的電 這些都沒有去管理 而且這些我們其實講了好久了 完全沒有去處理這些事 好 其實剛剛說 只要有電力改革 就開始要跳電全貼了 我可以補充一下 從那個在生能力的角度來看 從現在那個10月開始已經進入秋季了 可是我們的這些中午的這個時段的太陽能發電 現在就是 就中午時段 就有800個MW到1個GW的這樣的數量 可是呢 你們如果說去上那個台電的現在那個開放電力的那個資訊裡面 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台電它沒有辦法把它現在實際上面的這些太陽光電的這個發電量算進去 所以它的那個燈號的那個顯示是讓你覺得很緊張 實際上面會不會這麼緊張 我們至少從在生能力的角度來看 是不需要這麼緊張 而是它沒有去掌握 第一個就是說 你本來就有發電的這個量 你並沒有去掌握那個資訊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說它的這個 現在我們那一天 前幾天那個張啟昕政委說 現在目前的那個稅修的那個機主的那個比例是13.8% 我們今年的這個核能發電才佔7%的電力喔 我們的稅修基礎就已經佔了13.8% 我們如果真的是把我們的這些稅修 就我們可以去想像 就是在這個牛 就是整個的這個球隊裡面喔 就是一大堆的 其實還有很多的這些基礎 一年它能夠上場的時間可能不到兩個月喔 那可是又有很多的這些基礎呢 一下子修一下子修 或者它去排稅修要排個這個五六個月的 就這個整個管理就是出了問題嘛 所以這個然後再加上你明明就有發電給你的 你又沒有辦法去計算 你也沒有去及時去掌握 現在目前所有台灣的這個太陽光電業者 他是可以及時知道 因為它可能在全省對立有非常多的地方 它有發電技術 所以它本來就有那個網路上面的APP 它就可以知道說什麼地方發電好 什麼地方發電不好 可是台電並沒有要求 能源區也並沒有要求要求要這些資訊 如果你掌握好這些資訊 你可能不需要這麼緊張 我們還有從台南來的齁 那個陳大條的選教授 那麼他也是我們研究團隊之一 好 那我其實昨天才從東京回來齁 那其實各位如果最近去日本就看到 以前沒有的就是說 從東京市區到聖田機場 整條路現在一大堆的這個太陽光板 那當然還有一大段還沒有做 不過他們陸續正在進行 或者說如果你到進步國家像北歐 你可以看到什麼叫進步路後 你就看到它的這種綠能的 包括紅綠電車包括太陽電子 那路後國家當然這步就差很遠 好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一個重點 因為台灣台電曾經是台灣第一大企業 它的整個營業額是最大 而且它又是一個所謂的完全的壟斷 獨買獨賣 那在這狀況這樣的機構經過幾十年下來 可以說藏屋納購 所以該降的成本沒有降 那該增加的價格就會只有漲不跌 好 這裡面其實問題一大堆 我想包括王圖娃教授曾經去台電當董事 那時候都很難真的進入做一個真正的改革 因為還是我們這方面的人業太薄了 那這關鍵就是說像這一次我們環保聯盟 那在這一次的電業法的推動過程中 那我們提出了這一堆的觀點 當然台電它擺明了一個所謂的獨佔的壟斷資訊 壟斷所有一切 那反正它就會降一大堆 那其實對一般人民來講 其實這個其實照理說它實在沒有能量去關心這個 那但是話說回來 就是說這次環保聯盟把這個問題再提出來的時候 那台電就有一大堆的理由 那其中很大的一個關鍵就是說 一個機構在1980年代 美國AT&T已經長大成一個所謂超級的一個恐龍 那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你不管它它最後還是會完蛋 那台電的話以前甚至在管理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報酬率 大家如果記得以前跟沙烏地阿波借錢 那個所謂的9.5到12.5 那這個這裡面的成本其實一般人也不會知道 我想我們當經濟學家 尤其我像我在成大氣管 那我們在談管理來講 其實其實早在20年前 我們一直主張要把台電裂解成四段 有一點點是其實我們台灣沒有錯 大陸已經先把人民航空拆成四大航空 類似我們現在南方航空什麼東方這些 那因為它這個機構大到已經 牛這個所謂的牛曲 而且很多的錯誤資訊 那等等等我想這個的確是問題 那利用這一次呢 尤其像我們最近整個綠能的一個進步 其實大家概念上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台電一在抗拒 其實抗拒本身並不奇怪 你回到1980到現在多少年了 1980年我才剛大學畢業 那現在已經經過多少年 35年綠能的進步 包括大家知道太陽光電的成本降得多快 還有一大堆的東西 那我想其實我們就繼續這樣來 一直逼迫政府去處理 那在這個效能之下 就不會有像現在台電的一大堆的accuse 我們常常講說聰明人找方法 那笨蛋或者說故意有心的他就找理由 我想這是一個整個核心的關鍵 謝謝 我們還是看有沒有Q&A 我們媒體的疑問 不是關心的 其實我們的參與這個關心這個團體 除了環門還有很多 那還有學者還有很多研究單位 所以在這部分呢 因為電力法確實是很專業 一般人不容易進來去看 但裡面有很多暗藏玄機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至少十幾次的討論都更多 還有很多聯群資料 還有一些學術報告等等 好 那施老師有沒有在最後 我想這個我們電業自由化可以帶來非常多的好處 首先當然是友善環境的這樣一個電業的發展 其次也是能夠讓人民能夠自主做各種發電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在政治上力求民主化 好 那麼在電業方面我想我們人民自由選擇的這個權利 也應該受到保障 要保障人民有這樣的自由選擇能源的權利 以及這個讓台灣的環境受到更好的保護 那麼電業自由化的改革是必然要做的 那其次站在台灣能源安全的角度來看 電業自由化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 讓更多的自主能源能夠被利用 這也是確保台灣安全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對電業的改革 寄予很大的期待 那麼我們環保團體也一定會在 後續的這個修法裡面 我們一定會盡我們的這個力量 創造一個真正電業改革的一個狀態出來 那當然希望這個立法院能夠 把這個審慎的來處理這個電業法修法的事情 能夠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 那麼來把一部大家希望的電業法能夠修改出來 那我想這個這樣的一個期待 當然就是要全民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它能夠早日落實我們這個目標 謝謝 我們今天謝謝所有的參與夥伴 我們希望行政院撤回這個 這個台電組織法 那我們也希望立法院能夠正式此事 我們環環還有所有的參與者都願意 有更多的討論更多的這個座談公聽 我們把各樣的意見也貢獻出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加我們記者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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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